欢迎收看翘塔娱乐 一脚踏入了光怪陆里的万丈红尘之中 他也一颗赤子之心面对一切 才发现这个世界与他的想象有多么不同 他终于明白了临下山前师父说过的一句话 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该部影片是郭富城首次与陈凯歌合作的影片 此次为拍摄倒是下山 郭富城特意在剧组中请了一位太极拳老师 王宝强透露陈凯歌导演的工作状态 每次到片场陈导都已经在忙了 从未吃过道 无论严寒还是酷暑蚊虫叮咬 他都坚持拍摄和细心指导 有时一战就是半天 进组当天郭富城拍戏的首场戏 正是一场以一敌持的雪地战狼 在武术指导和一众武行反复演练之后 郭富城亲身上阵打开 足足拍了一整天 张震为了倒是下山提前接受了两个月的武术训练 第一天就拍摄从数十米高空飞跃而下的打戏 陈凯歌为电影注入了非常浓重的人文色彩 民国三教九流的画卷 就连第一段 那个近代版的潘金莲故事都拍出了花样 然而电影过犹不及的地方 恰恰是陈凯歌过于人文的气息 放太多到电影里就变成了矫情 这种强烈的作者意识加入到电影中 完全掩盖了原著的精髓 原著那种对传统文化没落与断裂的反思 在电影中变成了繁琐的说教 武侠的风骨在电影中东西不见 只看见一个处处碰壁的横岸下 作者所有的思考和结问 也在不断的孤子之道中下落不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